美国专业房地产网站公布了2008年 全美房价再涨8% 而且涨价的幅度还会延续到2019年 因此华人民众如何趁早买到理想的房屋呢 短新闻 保险理财专题 特别请到了专家详细解说 好的 我非常乐意去分享买房子的基本流程 第一 我们要找到专业 合格 以及全职的房地产经纪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我们看房子的时候 要依据自己的预算来去看房子 而尽量减少或避免超过自己的预算去看这些房子 第三呢 看到喜欢的房子以后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专业的经纪人 依据我们的条件准备合约买卖 也就是所谓的Purchase Agreement 除了这个Purchase Agreement以外呢 我们要附加三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一 你的定金 第二 你的银行月结单 如果说是现款 你要显示足够的金额去买这个现款的房子 贷款要足够的金额显示你的头期款 第三 也是跟贷款有关系的 提供银行的相关资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Pre-Approval Letter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